金饼的完整视频来了 老铁们 红心点亮收藏吧 咱们把金饼拿出来之后 案板上要抹的油酥 防止它太滑 燕子慢点做 从中间往外去拉 拉长 然后拿擀面杖 上一下 下一下 把它擀匀 这个正常的话就擀两下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抹上油酥 叫成燕子打在视频的下方 别忘了 一定别忘了收藏 咱们抓住面粉 按燕子的动作去做 燕子特意做得慢 就是为了让老铁们都学会 手不要往外脸 往外脸的话会越脸越长 就拿住面往下带 往下带 折成扇形 然后搓一搓 搓一搓咱们翻面 翻面之后给它拉长 这个面呢一定要行好 如果行不好到这一步的话 它拉起来它就会折 或者是回缩 把厚的地方再清带一下 然后从头给它卷起来 咱们也可以把它做到面板上 然后一圈一圈的给它卷就行了 不要卷得太紧 因为咱们一会儿就做 如果说你现在盘完之后 一两个小时你再做 你就可以盘紧点 就没有问题 盘好的鸡子呢 咱们醒至十分钟之后再擀 要不然太筋了 它擀不开 擀机子的时候也是 下边抹了油酥 防止它太滑 然后擀面杖从中间下 上擀下擀 一定要给它擀均匀 然后左擀右擀 就是一直这样把它擀成一个圆 这个饼呢 锅多大 饼多大 因为这是八两的剂子 咱们是 锅呢 是57厘米 燕子家的锅 是57厘米 直径 所以当你擀饼的时候 你要对它有印象 你得知道擀多大 像我们的岸子是60厘米 所以燕子都会 给它牵个小边边 就可以了 拿大改面杖 给它卷起来 下饼 锅内是无油的 锅温是200 这个千万要注意 卷饼的时候 不要撑 越撑越长 长了咱们就下不了锅了 下锅之后呢 咱们直接扣上锅盖 不用刷油啊 先扣锅 扣锅 咱们再墨茶十个数 一个人录视频呢 不是特别方便 录的不是很完美 老铁们将就着看吧 带满油啊 这刷子带满油 也不要刷太多 太多就油腻了 然后两个夹子 夹上边的三分之一处 给它翻面 正常反面的颜色 一定要浅 像现在这样 这样饼才会软 然后再清扫 一刷子油 还是油不要多 多了的话会油腻 再扣上锅 然后计时15秒钟 如果你的锅升温慢 就计时20秒钟 时间到了以后 咱们给它翻面 这饼就捞好了 然后咱们夹子对上 从上到下给饼打散 是为了让它起层次 按着视频当中的手法 给它卷起来 出锅了 这个饼其实特别好 但是没有露出来 红星点亮吧